唐太宗的最爱长孙皇后究竟有多优秀 为何会将其称之为连武则天都无法超越的人呢 提起李世民的话 你会想起什么呢 是玄武门之变 还是贞观之志 亦或是他出色的政治才能 将唐朝推向了我国封建史的巅峰呢 无论想到什么都好 因为这些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女子 那就是唐太宗的发妻长孙皇后 长孙史是隋唐时期的名门望族 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唐朝 都是历代皇帝倚重的政治势力之一 长孙皇后的哥哥自然不必多说 一代贤臣长孙无忌 长孙皇后的父亲长孙盛 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毕竟他可是一件双鸟的主角呢 出生于这样的家族 那么他与李世民的结合 就戴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长孙皇后的名字早已失传 只知道他的小名叫做观音碧 他喜欢读史书 以古人的善恶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待人更是彬彬有礼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成亲之时才13岁 李世民也才16岁 政治青春年少的两人 因为政治的原因绑在一起 却没有因为政治而疏离 随朝末年天下大乱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抗 李世民作为儿子 自然也披上盔甲上战场了 长孙世是女子 无法随负征战 他能做的 就是为李世民打理好后方 让他毫无后顾之忧 唐朝建立以后 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长孙世也成为了秦王妃 唐朝建立之初 天下并未完全归顺 李世民奉富殖民 征讨四方 赫赫战功让他的威望和势力 逐渐超过了太子李建成 他也因此被太子猜忌 有关李世民的坏话 也适时的传到了李渊的耳朵里 可是李世民远在战场 无法为自己做出辩解 此时长孙世便担起了这个责任 他常常入宫侍奉公公 并笼落后宫嫔妃 缓和李世民和宫中的矛盾 也正因为长孙世 李渊才没有听信谗言 处罚李世民 谁三岁嫁人 三十六岁去世 李世民致爱长孙皇后 为何会被称为千古第一贤侯 即使李世民和长孙世做再多 也无法打消太子的疑虑 那皇位 李世民本无意去争 可若人人都怀疑他 那他便也争给他们看看 于是 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这一次 长孙世没有再留在家中 而是选择跟随丈夫 冲到了前线 他虽然无法带兵打仗 无法征战沙场 但是 他可以未免将士 可以帮助丈夫振奋军心 他可以发挥自己的一切 去帮助丈夫取得胜利 他从来不是那种只能被保护着的女子 他要做的是与丈夫并肩作战 这场战役毫无疑问 李世民取得了胜利 成功坐上了太子之位 同年九月 唐刚祖李渊退位 李世民即位 登基十三天后 就册封长孙世为皇后 李世民在位期间情真爱民 开创了贞观之志 长孙皇后也客气内敛 以身作则 成为了后宫乃至天下女子之表率 贤后与明君最是相配 作为后宫之主 他将后宫打理的仅仅有条 是真正的贤内助 不让忙于博士的李世民 在后宫之事上分半点心 对于后宫妃子 他也从不争风吃素 还会在妃嫔生病的时候前去探望 并为其送上药材 甚至还会主动抚养去世嫔妃的子女 事如己出 都说后宫女子不得肝胀 可李世民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 一些军国大事 也经常会征求长孙皇后的意见 不过长孙皇后恪守本分 从不妄加评论 虽然她不参政 但她总会以合适的方式 规劝唐太宗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征那件事 魏征是个老实人 经常范言直见 让李世民很难堪 一次两次倒还能忍 次次都这样可就忍不了了 所以在一次下朝之后 唐太宗就跟长孙皇后哭诉这件事情 并且说 要是给到机会的话 一定会杀了魏征这个相巴佬的 长孙皇后听后 并没有安慰或者迎合唐太宗 而是为她贺喜 唐太宗这个时候就有些懵了 我都这么生气了 有什么好祝贺的呢 长孙皇后便向太宗解释道 君主开明 臣下才会正直 而魏征正直敢言 也正是因为陛下的开明 这如何不是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呢 唐太宗听后心情非常舒畅 也不计较魏征 范言直见的事情了 反倒是更加重视魏征 并将其比作自己正义官的镜子 由此成就了一段佳话 他是李世民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是武则天远不能及的贤后 长孙皇后究竟有多贤德 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志 长孙皇后孤不可没 唐太宗想要任用长孙无忌为宰相 其实 即使没有长孙皇后的原因 凭借长孙无忌的功勋 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可是长孙皇后殊都使输 深知外戚专权的危害 所以 对于让哥哥当宰相这件事 他是持反对态度的 可是无论他怎样说 唐太宗都坚持让长孙无忌做宰相 劝说无果 他只能私下劝哥哥辞职 唐太宗看皇后如此坚持 便也只好封长孙无忌担任虚职了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是少年夫妻 相濡以沫 风雨同舟 可是 再相爱也总有分别的一天 公元634年 长孙皇后不幸身然重疾 身体很快就虚弱下去 无论如何一致都不见好转 太子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 于是便向皇帝请求 大赦天下为母后祈福 唐太宗当即就同意了 可是等到要实施的时候 却被长孙皇后拦了下来 并且向唐太宗说 千万不要大赦 在他看来 大赦是国家大使 不能因他一人而乱了法度 病痛 年轻36岁 便肖肖育养了 他去世前曾留下一言 后世一切从简 不见坟墓 不用棺果 因山而葬 可一向尊重长孙皇后建议的唐太宗 第一次没有遵照他的意思 他还是修建了七十宏大的昭令 亲自为长孙皇后撰写碑文 在他看来 自己的嫌妻节显了一生 如今离我而去 怎么样也得好好地为他安排后世 相信妻子会理解自己 大臣会理解自己 天下人也会理解自己的 他还将长孙皇后编写的女子 广泛印刷成为了后宫众人形式的参考 这一切都是李世民对王妻的思念 此后13年 李世民再也没有立过皇后 在他心里 只有长孙氏才是他唯一的妻子 长孙皇后靠自身的贤德 成为了大唐首屈一指的贤后 更成为了历代皇后的楷模 也成了李世民心中 挥之不去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